今天教老铁门做年夜饭的第12道家常菜 过年的酱牛肉 我从来不出去买着吃 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 还特别好吃 快过年了 我们家这边 牛腱子肉 48一斤 你们那里多少钱呢 用刀切成小块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 加上少许的精盐和白醋 用清水浸泡20分钟 因为淡盐水和白醋 能快速地渗透到牛肉里 能很好地把牛肉的血水泡出来 还能软化牛肉的肉质 口感细腻不塞牙 浸泡好的牛肉冷水下锅 加上大块的葱姜 高度白酒巨腥 开锅以后把血沫撇出去 焯水5分钟捞出来 一定要用温水清洗 口感才不会很 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 还没能得到您的小红心 最近这视频真的是老惨了 今天就麻烦大家给点一个吧 拜托大家了 锅里烧上一锅清水 加上葱姜干辣椒 半勺冰糖 一大勺生抽 半勺老抽 调味加盐和鸡精 再加上半勺黄豆酱 最后把牛肉下锅 加上一小包炖肉用的五香料包 过年了 如果你家没有 推荐大家用这款 酱肘子 酱猪蹄啥的都特别好吃 开锅以后转小火炉50分钟 用筷子能扎动了 光火浸泡20分钟 更加的入味 多做一些放在冰箱里 想吃的时候切上一盘 真的是太香了 喜欢你也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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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子 转发 地下人